这场由道门掀起举世伐唐的结果是怎样呢? 书接上文 这场由举世伐唐掀起的战火连绵了数月之久 天启十八年秋 随着冠主在长安城被宁缺一刀斩落尘埃而宣告结束 陈皮皮背着奄奄一息的冠主返回支手冠 标志着支手冠退出了这场战争 此刻清霞之前 书院后山弟子站在君墨身后 七日时间 书院弟子们已经不知道打退了西陵神殿联军多少次冲锋 君墨时起落在地面上的高官 他想要扶掉那些血与灰 但他已经没了左手 木佑接过官帽 用手中的袖帕很仔细地擦拭了一遍 君墨身体前倾 似对他行礼 木佑眼睛微湿 微笑回礼 这便是对拜 木佑说道 我同意嫁给你了 书院弟子们微笑地看着这一切 如此甚好 木佑把官帽带君墨的头顶 认真地理证 这便是正官 君墨说道 正官而死 合理 木佑说道 一起死 也很合理 说完 君墨单手执铁剑 望向原野间如铁流般的嫡骑 他开始燃烧最后的面里 就在西陵准备再次冲锋时 四师兄忽然感到 手中的河山盘变得轻了很多 他稍一感知 震惊发现 沙盘河山里 竟再也找不到那道虚剑的踪影 灌主的虚剑消失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灌主死了或者废了 他们终于撑到了最后 所以他们放声大笑 大唐东北方向 龙庆正率领数千精锐骑兵 来到长安城南的数十里外 他正坐着进城后 四处烧杀劫掠的美梦 但宁缺展落灌主的刀锋 不仅吹过十里长街 吹过燕鸣湖畔 还吹过龙庆率领的 数千精锐骑兵 结果精锐骑兵死伤殆尽 龙庆直接中伤 举世伐唐 西陵和大唐之间互有胜负 最后大唐壮士断腕般的惨胜 而一些参与举世伐唐 西陵的附属国就没那么幸运了 首先燕国损失最大 燕王被大唐的四千悬甲 重骑攻陷都城 燕王在乱战中被吓死 举国上下一片混乱 而最奇葩的 毫无疑问是大唐西方的越伦国 本来是越伦国派兵讨伐唐国 最后却是唐军攻陷了越伦国 此时唐国和西陵已都无力再战 于是双方派出代表进行和谈 唐国的代表是宁缺 西陵联军方面是叶红鱼 两人对对方都非常了解 互不相让 因此谈判的过程非常不顺利 唐国认为灌主废了 掌教废了 叶苏废了 柳白重伤 西陵已无可战之人 西陵觉得军末断壁 李漫漫重伤做轮椅 于连重伤做轮椅 输院能打得都不行了 于是双方陷入谈判僵持 因为双方都认为 对方没有谈判的筹码 不过随后一个人的到来 打破了僵局 这个人就是九徒 九徒无量亦无据 实力是武进之上 浩天将士后 派他去唐国都城施压 最后因为西陵背后 有九徒和屠夫撑腰 书院只能妥协 条款里 唐国同意各让东山郡和向晚园 允许清和郡独立 并无条件释放清和郡诸法 在长安城中的质子 唐国从越伦国撤军 这场举世伐唐的战争 起始于燕国城京城的一场阴谋 但真正的转折 则是发生在清和郡 清和郡诸法掀起的叛乱 令大唐水师覆灭 大则的湖水被染红 其后 西陵神殿联军借到北清 镇南军持缘不及 若不是书院弟子付出重伤 乃至断臂的惨烈代价 守住清侠 唐国或者真的就要灭国 所以 大唐对清和郡恨之入骨 就在大唐决定释放清和郡诸法 在长安城中质子的当天 宁缺借一场春雨 把长安城内清和郡中的质子 全部杀了 西陵间大事已定 只能强忍怒气 最后 亲王李佩妍代表唐国 他就在家里自裁以卸唐国名分 至此 第一次举世罚唐基本结束